再来看到人物是连胜文 他说他见证了美国抛弃越南 在这个文中当中讲到 那是怎么见证呢 因为算算当时1975年 他应该五岁 五岁神童 当时就懂得这么国际关系 那么复杂 我们待会来看看 再来看到是连胜文 日前接受了名嘴黄光琴访问 说自己五岁就看到美国人抛弃越南 但是有网友讥讽说 哇真的是母胎内就能预言的小神童 名嘴周玉寇更是大酸连家 根本是骗子家族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连线记者卢宜静 好的直播各位观众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一直都是媒体焦点 没想到他在接受名嘴黄光琴访问 谈到对美关系时脱口而出 他五岁就看到美国人抛弃越南 被网民讥讽 这是神童那么早熟 从我最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 看到美国人抛弃越南 没想到节目播出后 网友却针对他的五岁 能见证国家新亡论不以为然 名嘴周玉寇更是转发贴文表示 1970年出生的连胜文 居然可以从小见证 1975年美国抛弃越南的历史 也太稀奇 周玉寇很酸 是不是全家人都天赋异禀 姐姐连灰心两岁就做自耕农 可以在天母买地 三年后变更地母发大财 更讥讽连家根本是骗子家族 网友留言也没有再客气 讽刺可以母胎内预言的 英阿仙小神童真的很罕见 更讥讽连胜文一开口就露现的本事 真的是一如往常 不过黄光琴则是力挺连胜文 强调他只是分析自己的成长环境 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以上是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朋友